然后呢 就是关于选品这块 我们也给大家总结了一下 我们之前在这个 Namestamp这个公开课里 给大家讲过对吧 就是Namestamp是那个 就是盖戳的 在那个本子上或者衣服上 它这个盖的戳是不会水洗的 不会被水洗掉的 它呢这个在那个苏迈通上啊 这个是大概差不多 之前更便宜 它是不到一美元 就是在苏迈通上可以拿货 在亚马逊上是卖六块钱到八块钱 它自己做的一个独立站是二十块钱 我们之前给大家分享过数据 这个就是一个多伦多的一个网站 它是2020年11月份注册的域名 在2021年三四月份开始售卖 现在它大概差不多 因为我们看它的数据 大概差不多每个月能卖到一千个以上 一千个二十美元乘以一千就是两万美元 一年大概稳 就是最保守的应该是二三十万美元 而它的工作量就是做了一个网站 然后每天你就 一个月卖一千个大概差不多每天发货三十多个发货 这个是他也用了这个他的这个Instagram 所以我们你看这个就是很多小朋友就是收集 收集他一买都不是买一个 都是好几个好几个四五个你看这是买两三个三四个四五个 都那么买就买一买买好几个 就基本上就是有的样子就小朋友就都给收集一下 一买买好几个好 那我们也看一下说如果以它为例的话 我们看一下就是说好的全品 我们给它总结了十二条 这是你就是你基本上按着这个去选 不会错的 第一就是溢价 一般来讲溢价是一比五 就是你的进价是一块钱的话 那你一定要给它卖到五块钱以上 所以呢这块给大家讲 就是越是便宜的东西 你的溢价要稍微高一些 但是当然了你这东西本身好 一个恨不得五百块钱 那你给它卖一千块钱 那溢价一比二 那你也赚很多了 所以也不用赚太多 就是说这种二十块钱左右的产品 那一般我们建议溢价是一比五以上 像这个Namestamp是一比二十 体积不要太大 要小一点 但是呢也不要太重 举个例子 就是这种不好的 比如说亚铃 就是二辰 不是沾分量 因为在物流上 它要么按重量算 要么按面积算 比如说那种灯罩 对吧 灯罩 它就很占地 然后也卖不出几个钱来 所以你要考虑一下物流 然后呢 还有市场发展的潜力 像你比如举个例子 中国这个2022年的人口出生 比2017年降了一半 那么所以在肯定很快地在近年 像这个这个婴幼儿的这个市场啊 什么幼教市场啊 包括再过几年小学啊 相应的这个教培都会就跌得很惨 所以呢 前一阵还有一个朋友问我 我说啊 我最近想做一个什么母婴系列的 我说市场都跌了一半了 你还做这个啊 去找那些有市场发展潜力的行业 然后在价格上啊 这个是要有一个自己的一个一个一个优势 然后在市场竞争上相应来讲 就是像刚才我们看的NameStamp 它在亚马逊上有卖 但是不多 所以大家这点记着啊 越是新的产品 越容易做这种独立战 立即市场 另外呢 这个能不能获取免费的流量 你看像刚才NameStamp是 它有很多Facebook啊 Instagram啊 包括TikTok 它在TikTok上做得非常好 它可以用这些社交媒体去做引流 而且呢 你看注意它的名字叫NameStamp 那么如果我们在以后学 我们在互联网营销师那个课上 有SEO的内容 那么最重要的SEO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呢 因为谷歌就是说 你比如说这个大家在家长想搜 这个产品名字叫NameStamp 那么如果你这个网站的域名 就叫The NameStamp的话 你就会节省大量的广告费 那我之前跟大家说过 我们之前在那个在疫情期间 有一个新兴行业叫PCR Test 知道吧 那么当时有很多的 我也跟大家说过 我们当时帮着做的一家 它在短短的三个月之内 就成为多伦多Top3的这个做 这种PCR Test的这个诊所 那它是怎么做到的 就是当时其他的传统的这些 这个诊所呢 都是用自己的网址 比如说我这个叫这个 叫什么什么 随便说我这叫张三诊所 那么我的这个PCR Test的这个呢 我也用我张三诊所 张三什么什么测试 举个例子啊 但是我们给它做的是什么呢 我们就直接按它这个业务去查 搜关键词 那我们看哪个流量大 然后我们就找到了那个关键词 那个关键词就是在疫情期间 突然的就涨起来 光是在多伦多一地 每天的搜索量就达到6000多 这6000多什么概念啊 就他的同行 比如说张三诊所的PCR Test 在这个做市场竞争的时候 他们必须打广告 对吧 但是我们的客户 直接就把这个搜索词 每天就自带6000多 搜索量的这个词 做成了域名 所以这个就是机会 当时我们就 其实当时还注册了一批 就是你用哪个词去搜 都会导进它这个 它这个诊所 所以域名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ICU的指标 所以这样 这个关键词 我记得大概一个点击 是大概差不多 两块钱到五块钱 那么大家算算看 光这一个域名 我们给它节省了多少钱 这个然后呢 就是刚才我们说 第七点就是新品 就是没有品牌 你看像Namestamp 是典型的 你说它这个产品 叫Namestamp 但是你说有什么 你比如说像文具 对吧 我们知道 就是高端的这个文具 这个钢笔 原住笔高端 叫什么 万宝龙 对吧 然后呢 还有像一些这个 比较这个学生喜欢用的 Zebra 那个斑马牌的 对吧 它都是有品牌的 但是Namestamp 没有品牌 然后它就把各种Namestamp 都集合在一起 做了一个网站 而它的品牌 就叫做Namestamp 所以新品牌 也更容易 去做这种 独立站的电商 另外呢 很重要一点 当你 最好是你自己 有这个生产啊 加工的能力 或者改款的能力 那像一般 像这种产品 它以后可以什么 你可以到那个 就是 一开始是在 速卖通商拿货 如果这块 你真的能做起来以后 直接在中国这块 去找这个厂商 直接去找厂商 跟它说 我要定制 比如说 我这个叫 比如说 我这个叫 TruE的品牌 我就叫TruE的Namestamp 然后我就让它 在上面 就直接这个 打上我的这个logo 那你的品牌 不就形成了吗 还有包括说 有些这个客户 它有一些特别的要求 客户给了你建议之后 你按客户的要求 再去做改款 那么如果你能拿到 这个唯一的渠道 进货渠道 那这个也是 特别适合做 这个独立站电商 那么流量红利呢 是包括像TikTok这种 所以像一些 特别适合拍摄视频的 短视频在网上传播 包括说像这个 适合直播带货的 这都是很适合做 这个 这个独立站的 所以像Namestamp 你们仔细看一下 它的各种 这个叫什么 它的这种社交媒体上 它就拍了短视频 就十几秒 然后小朋友 怎么玩得很开心呢 那有的家长刷到了 就说 哎 这挺好的 哎呀 我就 包括一些这个学生啊 成年人啊 就看着 哎 这挺好的 我来买一个 还有要考虑 它是不是能够复购率 可能有些产品 就买一次 这辈子再不买了 但是你看这个产品 如果它能有复购 我买了一个挺好 又买了一个 又买了一个 它这个 就是这个路径 走熟了之后 它就在你这买了 它觉得你的服务不错 然后款式多 人有的时候就这样 可能在亚马逊上 它可能稍微便宜一点 但是呢 那亚马逊的款式 就不如这边多 差不了几块钱 它就愿意在这边买 所以复购率 也是很重要一点 还有呢 就是不用退换货 所以这是为什么 大家记得啊 我是不会去做 衣服独立站的 为啥呢 衣服类的东西啊 它退换货是最高的 你退换货一高 大家想想看 它不光是麻烦 它需要什么呢 它需要人 对不对 凡是在海外啊 人力成本 特别在北美 欧美 人力成本 非常非常贵 你就想 凡是你这个独立站 它需要你再去 多雇一个人的时候 你就要想一想了 所以退换货 一方面麻烦 但更重要的 它占你的人力 你要专门有一个人 去给你退换货 对不对 那这个 咱们就要考虑考虑了 像这个name stamp 它几乎不用退换货 你所见即所得呀 你看什么样 就是什么样 它也没有什么 可麻烦的 可需要退换的 还有呢 像一些有保质期的产品 一些有保质期的产品 name stamp也没有保质期 所以说 以name stamp为例 我们这些年 总结出的12条选品的 这些东西 我建议给大家 所以那有同学问说 老师那这么多条 我应该先从哪条入手呀 我建议大家先从什么呢 就是它是新品 这是我个人的建议 就是有很多产品 它在亚马逊上已经卖了 你的这个市场竞争力呀 或者很多东西 你就不大好弄 越是新产品 它越容易 能够这个 蹚出一条路来 另外呢 就是能够有免费流量 如果你要让我说的话 就是它最重要的几点 我会选 我觉得第一点就是 我这样列一下吧 这个肯定是我要第一考虑的要素 你这个是不是新产品 就是老产品 你几乎没有机会的 那越是老产品 那些市场上 大家已经站满了 另外一个呢 就是因为我们独立站 对吧 我们一直说很重要的 就是你有没有这个流量 有流量 这个很重要 还有呢 就是这个叫什么 这个 我觉得流量和溢价吧 就是这个价格一定要能卖上去 咱都做独立站了 对吧 我肯定 1比5 那是轻的 你看 name stamp 1比20 然后呢 还有一个呢 如果再加了 就是流量红利 就是能不能用TikTok 我会很看重 我选的产品 能不能利用TikTok 因为TikTok 就是你只要把内容做 做起来 每天拍段小视频 然后就还是能够带来 大量的流量 不管是免费流量 SEO这种免费流量也好 还是做这种社交媒体 或者做新的流量 红利的这种TikTok 能够带流量 我觉得这 这个 这四条吧 应该是 你也考虑的重中之重 还有更多的 做Shopify电商 以及海外互联网营销的技巧和方法 我们会在美东时间 每周六晚8点的直播课里 为大家免费分享 想学习更多的跨境电商知识 欢迎登陆我们的网站 TuiTraining.com 和我们公司的网站 TuiGroup.com 请不吝点赞